都说这个德国车比我们国内的车要便宜 那正式情况是这样子的吗 今天想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都知道德国是一个车非常出名的一个国家 比方说奔驰啊大宗啊宝马啊奥迪 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豪华品牌 像保时捷这样的牌子都是德国的品牌 这期节目呢主要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到底是不是德国的车是要比国内的要更便宜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比较的车型就是 大众的非常尽量的一款车型高尔佛 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这边官网的高尔佛的最低配置的报价是 大概是到3万欧左右 那这和人民币呢大概就是21万左右 那这个价格呢其实我们国内有看过车或者对车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是一个非常非常贵的价格 这边我们再比较一下国产高尔佛的价格 那国产高尔佛价格官方给的指导价是12万98 然后我们也知道这几年的话大众其实在我们国内是有点示威了 所以可能而且高尔佛在大众的所有车型里面也不是说特别热门的车型现在 所以说呢可能最后还可能会有一些折扣 所以我估计可能最低被把所有落地的话可能15到16万吧 那这个价格呢是比德国要便宜很多的 而且呢我们国内的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高尔佛的车型都是汽油加自动挡的这样一个配置 那么其实在德国呢你如果是最低配置呢 基本上只能买到柴油加上手动挡这样一个配置 那可能有朋友认为就是说德国它普通的车很贵 但是它的豪车会便宜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那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宝马武器 在我们国内也算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普通人体的电话板 五六十万的车 对吧我们来看一看德国价格是怎么样子 首先德国最低配的武器 也不叫最低配吧最低配是518i 这里的话它这个车型的这个价格是520d的 所以呢基本上你买个520 你可以以53700欧元大概就是3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可以买到一个武器 但是呢我们看看武器的其他配置 比如说530什么的 那它的价格也是50多到60万人民币左右 那其实这个价格呢基本上跟我们国内的武器的价格呢是差不多的 当然我们最后的话还要来比较一下德国的经典的豪华品牌 保时捷的价格对比 那就拿保时捷小哥哥小姐姐们最喜欢的一款车型帕拉梅娜来进行对比 那这个帕拉梅娜在德国的价格呢确实是比国内要便宜的 那个报价格呢 基本上是要比国内的保时捷的报价一样 低到20万甚至会更多去 当然了德国人是一个非常喜欢买二手车的意义 甚至就是说他们很多新车为了能够顺利卖出去 会开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然后把它当成二手车来买 就是因为德国人都会比较追求这个性价比 所以购买新车的人 其实这个数量不是特别的多 那我们现在再来比较一下德国跟我们国内的那个二手车的价格 首先看到的是十万档级别的一个二手车的对比 那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这边呢 当以大概十万人民币走的价格买一辆二手车的话 你只能买到一三一四一五年的二手的高尔夫 如果是像奔驰或者是宝马这样的豪华品牌呢 首先是基本上只能买到像A系啊 以及那个奥迪A3这样的车型 而且呢年份也都会比较老了 基本上肯定基本上都是一五年以前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国内的大概十万左右的二手车的市场是怎么样子的 首先声明一下这个国内二手车市场这个价格呢 只供一个参考 因为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认为国内的那个二手车市场它不是很规范 所以会存在比如说商家利用很低的价格来吸引顾客的情况 但是我们这个资料全是在瓜子二手网上找的 仅供一个参考 不形成任何的购买意见 我们看一看那个我们国内的十万左右的二手车呢 基本上都是像日本车或者是国产车会比较多 但是好处呢就是年份一般会比较新 基本上19年之后的19年以前的车子都很少见 基本上都是20年21年的车 那我个人认为的话 在我们国内的买十万左右的二手车是要比德国要划算很多的 首先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年份会比较近 那这样子相对来说车子的开的里程数也比较小 那这个就是说损耗也会比较小 那德国的像十万左右的车 你如果这些车都是15年级以前的车的话 那当然是一件 如果车的质量已经开始出现问题的话 是一件很头顿的事情 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 现在大部分的车都已经是实现了自动挡了 那其实在德国这边呢你在十万左右 你又想要很有性价比 又想要有一定的就是车的质量的话 基本上你只能买得到那个手动挡 甚至很多是柴油车了 照例还是再比较一下价格更高一点的车 我这里选择的是我们人民币30多万挡的一个车 我们首先看德国这边的话 那以30多万人民币你可以买到的车有像是宝马540 550这样的还不错的车 以及像奔驰E300 但是呢这个年份也可能相对会比较老一点 比如说17年18年甚至可能更以前的车 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内30来万人民币二手车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如果以差不多的车型来比较 就比如说奔驰宝马这样的牌子来比较的话 那在我们国内30来万你可能只能买到像奔驰C 或者是像宝马3C这样的车 但是呢它的年份基本上也都是非常近的年份 都是至少也都是20年21年的年份的车 那么我们比较完上述内容之后呢 我其实是这么感觉的 首先就是说 现在来讲新车价格的话 绝对是我们国内要便宜很多的 只要你不要去买像保时捷这样子的好车 我们普通人来讲 当然是在国内买新车要划算很多很多 而且现在来看可能不是便宜一点点 可能是要便宜到一倍的价格 那德国呢现在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新车的话它不仅仅是贵 而且是你根本就买不到的问题 因为现在德国汽车生产的那个生产线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你要订车 基本上都是要等到一到两年左右 所以德国的二手车市场才被越来越多的人去重视 就是说如果你有购车需求的话 可能大部分人选择的还是去二手车市场 而不是去新车市场 那这样就会导致二手车市场会变得更加的拥挤 那我们也能看到了 其实德国的现在的二手车价格也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所以呢我自己的得出的结论就是 其实光从买车这个方面来讲 我们国内是要比德国要更便宜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段德国的新闻 来了解一下到底德国现在新车市场 以及二手市场都出现一些什么问题 如果有朋友想了解很多关于德国的事情 可以关注我 以及你有什么想要讨论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说出来 好的,谢谢 最高的选择 那些人选择的选择 是选择的选择 在《型户所》 最高的选择 在《型户所》 在《型户所》 在电商店上的选择 《型户所》 在《型户所》 到手本户所 的选择 在《型户所》 的选择 有限户所 一手是用户所 是不可能 但我特别开手 我特别的选择 我特别的选择 是商店 我特别的选择 有很大問題,有很大問題 有很長時間,但有很長時間 但有很長時間,是不容易容易 Martin Entlein von der DAT, 德國 Automobiltreuhand, 她在90年期間 討历了他的價值 提供了他的價值 有很長時間的價值 因為有很長時間的價值 因為有很長時間 有很長時間的價值 也有 但需要用重荷 rain 方航空 trust 很多池子在整整個組織, 現在只是差不多一半。 我們目前的一半是 的車子年紀到2.000-3.000-3.000哦 所以,說到15-20.000 comedian, 但是它的市場是最長的生意 比呢? 建議在10-20%上升 價格還會有終於是 是否有很久会这情况是否会有尽的情况? 我认为2022年是一年轻松的一年轻松的一年轻松的情况 我们会在第一个半个压力量的压力量 但我们会很联合在这两个压力量的情况下 在第二个压力量的情况下 所以确实是2023年轻松的重新 到来是有点多疑问 我们还是要看一位中一位中一位中一位 一位中一位是一位 Opel Zafira 为几乎7000€ 14岁和89000km 平均是一位中一位秩序 但这位秩序没有? 完全没有,一位中一位 我们不得到一位 我们不得到一位 我们不得到一位秩序 我们不得到一位秩序 我们不得到8000€ 我们不得到一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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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得到6000€ 我们不得到8000€ 所以7000€ 因为这位秩序的问题 是因为有关的秩序 是在这位秩序的问题 但这位秩序有关的原因 说 Martin Entlein 那位秩序的秩序 有关的秩序 每个秩序的秩序 每个秩序的秩序 一位秩序 每个秩序都会要出购书 每个秩序 他们要求用 参加强冷房 每个秩序的秩序 每个秩序的秩序 都会用到第2次购书 在里面中购书间 因为尽工都会适合 每个秩序 能资金佩 每个秩序 便利在秩序 是 公司等砌出d 多了 peso半年 rare 都是連美 gén線的大約有ク仇 的 accelerated кот rätt美 每個公約3四iembre 商商商商 数额 責任公司 大家加州的材料 我们就ヤ somewhere 几年曾经行延迫 大部分人们的想法,有多久没有人已经进行公共和一个公共共和万人之间, 可能是重选择。 无论的,总乱是在下方的尼电客属可, 有ling支撑或者未来2023期以后, 若要留意下来的自己购乱。